吳陽好 但是是不是因為太剛好都三分之一 所以我想請問你們可以把整個這個臨血過程再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還是說他算是一種平衡各界的這個力量的結果 這個有時間差 當然我們也不是刻意的按照這樣一個比例 我們來這個按差 我們是以專裁任用 那麼實際上這個詳細的過程我們請處長來回應 謝謝委員 其實就誠如我們主委說的 這其實不是同一天就任 而是依照董事會的派免之後他有一些時間差 但是我們這次透過我們董監管理要點的改革之後 我們對外尋財我們會依照公司的特性 以及他所需要的一些專業人才來考量 譬如說新興大眾百貨公司 這楊喬百 楊總經理我們就是從業界找人 譬如說我們現在國華新業公司要轉型了 那怎麼轉型 就有我們從國防部轉來的將官 他可能領導管理智能很好 但是對業界的這種sense 掌握可能不夠 所以我們也從業界找人 我們就基於公司特性跟未來轉型方向 我們才尋求到底是要從國防部轉人來 還是要從民間專業人士來找人 我們是基於公司長遠跟利益的考量 來做這個事情 我想這一點的話 我相信社會大眾都有滿深的期待啦 那有一開始就可以有這樣的改革 我想大家都是可以肯定的 那只是長期來講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因為我看這個12個人的這個經歷裡面 還是有一些 我就不要直接點名是誰 但是看起來某種程度會讓人家還是擔心 因為我在過去幾次的質詢也有再次的強調 畢竟在這一般的商業市場上面 跟去經營一個完全獨佔的一個軍隊 是不一樣的概念 所以怎麼樣去補充 所有的我們現在12位派任的這一些人 他的完整的這個專業經歷 我想是接著還是應該是要繼續努力的方向 那我倒是想要再提醒一下 就是在像這一些的資訊的揭露 我會期待他可以直接在官方網站上面就可以出現 因為我相信很多的討論現在 在社會大眾期待的這個公開透明 也不是只有在委員會可以討論 那我們會拿到資料 但是第一時間關心這些事情的 還有包括我其實強調好幾次 我希望說有勞工代表 在董事會裡面的這些事情 既然現在還沒有 我們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很公開很透明 包括為什麼會是派他們 包括他們的這個背景等等的 應該都要連他們的勞工 還有社會大眾在第一時間 跟我們立法委員都在同樣的時間就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樣是比較好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主委在這邊承諾 這些資料可以盡快的 在這個退府會的官方網站 還有未來我們在領選新的的時候 也是用這樣公開透明的方法 我們接受您的意見 那實際上我們在我們的官方網站 我們現在目前已經正在大幅度在做修正 我們在報告裡面也特別談到 我們預計在11月1號的時候 我們這樣那個資訊是完全透明公開的 而且我們是互動交流的 另外我特別要強調 我們除了說擴大真材人選之外呢 我們最主要的是還要去強調 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市場 當然我們從領導管理的這個角度上 看如何強化我們的企業經營 所以我們並沒有否定退降 那如果說他有他的專業專才 而且根據過去的經驗來看 退降也有實際上營運成效非常好的 所以我們不否定這一面 我們倒是全面來考量 我相信我們也不會去期待說 結果最後是完全沒有優秀的退降去管理 那只是說能夠公開讓大家檢視 那包括其實我們常常收到的這個陳情 是來自於勞方的這個相關的資料 他們的期待 那這些東西能夠被大家檢視 被大家討論 而不只是被立法院 包括他們自己的員工 包括社會大眾 我想如果11月1號 可以是這樣子有互動性的一個官方網站 即時性的我相信也會是很多 包括所有這些公司裡面 我們的這些退伍軍人他們的期待 那再來我想 因為我有看到12位裡面 8位的這個退伍將校 都是自願不領18%的優存 那主委也知道過去有很多還在繼續領的 他等於是同時領薪水 他同時這個18%的這個優存也都還是繼續 對於仍然在領的 跟現在這12位裡面的這8位 他們自願不領的 有沒有什麼方法來做道德勸說 對過去的繼續還在領的 呃 特別跟委員報告 當然這個在改革的過程中 他會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現象 那麼但是呢 我們基本上我們不溯極以往 不溯極 但是道德勸說總是可以嘛 大家最後一起都是在退伍會裡面 在轉投資公司裡面服務 有一些人他因為現在改革的路上 繼續往前進 他願意說不領 其他過去在領的 其實我們告訴他說 你來參與改革其實是好的事啊 不要讓他變成我們在退伍會 轉投資裡面也有 互相不合跟對立的這種 狀況也不太好 所以我說的道德勸說 我相信是正面的 倒不是要去批評他們要去什麼 而是告訴他們說 你看我們這八位 因為這樣子受到大家的肯定 社會大眾給大家 這些人這個支持 所以期待這些 其他的這些過去還在領的人 可以加入啦 我覺得可以做這樣的方向 我也有接受你這個意義 我們會去努力 對我相信可以 他們應該也感受得到 這八個人是會得到社會大眾的支持 那再來就是 我想要請問一下 就是在這個 年金改革的這個議題 我相信前面幾位委員 其實也已經都談了很多 那 我有看到這一屆 為了年金改革 其實我相信主委自己也承擔了很多的壓力 那在這個報告裡面有提到說 退伍會現在工作 包括要收集大家的意見 讓現在年金改革委員會知道大家的意見 可是我想這樣子還是有一點消極啦 我舉幾個 很容易就可以在最近的這幾個禮拜以來看到的一些例子 那我想請問 主委是否認同這種 我們這個 退休的這個軍人跟將領他們這樣子的發言 例如說 這個 有這一位是退伍軍人協會副理事長 吳副理事長 他說 因為退休軍公教人員終身奉獻中華民國 現在這個新政府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 所以要先消滅他們 這個你認同嗎 當然每個人都有他自己言論的自由 但是你個人聽了這個 你覺得這個是現在您在推動這個改革的初衷嗎 但是實際上從制度的改革上 並沒有朝這個方向再做 是 那我再來還有這個 直接他們在到處流傳 的是說 這個年金改革會使75%的軍人領不到退 月退縫 這麼簡單的這樣去瞄 這是對的嗎 呃 我又要跟你報告 對 這個全班的事故 我用很簡單的話來講 是 我們從6月8號開始 我們一直到7月30號 我們做了第一階段的榮民座談會 在這個座談會裡面花樣這個 這個稀奇古怪一大堆 那最主要是資訊不完整 那所以說我們藉由這個座談會呢 我們把目前的現況 我們去做了一些澄清 那麼這個聲音是越來越小了 那當然部分它是站在一個 他為自己爭取自己的利益上 那個個人發言 我們不做任何表達 我想主委 我這邊還有很多例子 我就不一一講 這個時間也有限 但是我要說明的是 主委在這些座談會裡面 我們退縫會很努力的去跟大家說明 以外 我覺得在大眾 媒體大眾 在公開的時候 應該是要去捍衛 我們推動改革的這個立場 而不只是收集意見 我覺得現在狀況很被動 然後我們都是被罵 都是被批評 被抹黑 然後完全是錯誤的 說這個我甚至於看到說 他就是要全面 最後退休奉全速奉還 這個是在網路上面 到處他們都這樣在散播這種謠言 我覺得 我覺得這會變得 這個汙名化的結果 是他們自己 這樣子散播 這樣子的謠言以後 反而 會更加深這樣子的 不實的內容跟對立 那我覺得這個時候 主委應該不只是收集意見 不只是收集這個 這個所有的這些 我們接觸得到 然後去一一澄清 座談會 應該不是這樣 我覺得公開上面 應該要嚴厲的駁斥 而且要推動改革 所以這一點 是不是主委 在態度上面 有可能試著把這個心態 調整 這是一個網路潮流的負面效應 當然我們希望說 從我們的執掌 跟我們如何去 積極的正面 我們去推動 我們會去努力 畢竟11月1號 你剛剛說 整個全新的網站 公開透明的一種 改革的方向是要做 也許這個就是可以做的 對 也許 就可以有很多 這個 這個 隨時更新的一種狀態 然後讓大家可以知道 正式的文件在這邊 隨時可以辟謠嘛 才不會出現那個 那個你有時候看的人 真的是觸目驚心 你沒有辦法想像說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文字 跟言論 在外面這樣散播 那 完全 跟這個本來 我們在推動年金改革的初衷 完全是這個 背離的這種說法 這一點上面 我希望 在未來新的這個 公開透明的資訊的 這個 推動上面 是可以有所幫助 好的 那 好 我最後 我現在必須要講另外一題 我前面年金的 本來還有 我相信我未來 我用這個書面 或其他的方式 應該還可以那個 有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是我想8月1號 蔡英文總統已經 向原住民族道歉 然後他也 這個 成立了原住民族歷史正義 與轉型正義的 這個委員會 那 退府會 那 退府會其實有很多的 這個 管理的這個土地 包括 森林遊樂區 包括農場 在這個 北恆 中恆等等 其實都是 在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裡面 我想在未來接著 這個不管是 原住民族的這個 土地的 這個權力 相關權利的回復 一定 退府會會有很多 需要 殘餘的地方 所以我在這邊是 希望 退府會可以整理一個 非常清楚的 現在 退府會管理的 或是 擁有的這些土地 是在原住民族 傳統領域的 列表給我 那我相信 因為這是 時代力量非常堅持的 一個推動立場 那我也需要有進一步的資訊 那我們來去看 怎麼樣 協助退府會 以及原民會 那來去把 這一個 方向能夠 妥善的推動 所以是不是可以麻煩 這個 退府會整理一個 謝謝委員 我們會努力配合 好 就所有的整個列表 那包括他是哪一個族的 傳統領域等等的 那麻煩提供一份給我們 謝謝 好的 謝謝委員 謝謝林委員 謝謝林委員 那接下來請 徐志榮徐委員 謝謝主席 主席我想請主委 請李主委 主委好 主委我想請教你 您9月8號 您有參加 我們國家連結 請問你們 都按摩